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丽潘姐姐就是战功的永老奶奶的侍者 目前已经远寄了 各位大德 回到都帅天跟奶奶同住了 他提醒我说 如果想照顾大师傅久一点 就要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最为重要的是 要经常和持续的静坐 这个重要重要大德们 谈到 对不起 谈到四者的德行 各位我们有谈过 当谈到真诚这里 我们也跟各位强调了 真诚就是懂得欺恶行善 所以真诚这里是确定 不会造恶 这是四者的德行 不过各位有注意吗 真诚第四项 第五项是忍耐 它就像什么法 今天教各位 分享各位 怎样连接 佛法跟佛法之间 这个 法 法则跟另外一个法则 这个法条 真诚 我们也上过课了 真诚 真诚 到忍耐之间 就常有自治在里面 各位 真诚 自治 忍耐 施舍 那就是 居士法 各位 记得吗 居士法 而且 我们修 居士法后 结果 所得到的成果 就是平静 心为静定 就是 是 坚定之法 令人坚定之法 所以呢 阿丽潘姐姐提醒 啊 屁股 啊 你如果想要 照顾 师傅 久一点的话 要照顾好身体哦 另外你要天天打坐 连续的打坐 天天打坐 连续的打坐 就是自治 各位 自治 啊 要提升自己 改善自己 得 不圆满的地方 要自我观察 与调整 自治 所以有真诚的人 尤其是 尤其是 呃 对 法的究竟 有真诚心的人 想要向往法的究竟的人 就要打坐 呃 对 对法身 对法身 法门 导师 有真诚心的人 就要以修行来 供养 就像大师傅经常 跟我们强调 要 呃 要 想要 想要供养师尊啊 最适合功德最大就是修行供养 各位就像我们在今年的雨安居89天 呃 海法师嘛 每一天 布施 持界 进座 供养 主师啊 各位 大德 呃 呃 一位 长老 讲说 他曾经 呃 问 问过 呃 龙不 思乱 คำ 龙不 思乱 คำ 如果要 要 选 只想的日子 有什么办法会啊 要选几号 那 咱俩 我们 常常 我们的 龙不 思乱 คำ 听答案呢 特别 各位 龙不 思乱 我们会选 每个月的一号 那 就知道 一号不方便呢 就是 十一号 如果 这个月 这两天 不方便 就选 下一个月的 一号 跟十一号 龙不 非 问 他们的原则 是说 一号 一是 呃 大 菩萨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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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吉祥 自 吉祥 数字 因为 是 又选 又行善 一 马上就开始 哈哈哈 一号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是的功德义法会,各位,今年很特别,各位,还发喜吗? 十一号,十月十一号,而且是,呃,节语安居的,过后的第一天,供养功德义的第一天 随习功德,听到答案了,就蛮,感觉蛮特别,也蛮发喜的 不过,就每一所道场都有不同的理由了,各位,办法会 呃,所以我们,有真诚心,想要跟随法身法门道士的人,就要,要自治 要修行,像阿丽潘姐姐讲的,清静才能靠近大师傅 因为,物以类聚,如果心不清静,难靠近,难靠近 师傅也不会让该人呢,贴身呢,如果是不清静的话,会影响 刚才,可乐日记里面有谈到,呃,四者,要,好好的修行 匹阿里潘,提醒匹空要多多修行 呃,就另用匹想到,呃,等下,等下 想到珍老奶奶,呃,的金言语语 所以,奶奶曾经讲过,呃,心静才能向奶奶靠拢 能跟随奶奶修功德波罗蜜的人,或与奶奶一起重生的人 就能一直的修波罗蜜 修功德波罗蜜 而那个人 那个人的心必须清静 就是,无论要做什么 都要认真的修功德 认真的修功德 这里也各位 那,要补充解释 啊,意思就是,真诚,自制,忍耐,跟施舍 啊,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能得到功德而已 啊,认真的修波罗蜜 就是刚才我们 谈的 真诚,自制,忍耐,施舍 就是居士法 也是 是四者的德行 结果就是 第六部 心情静 啊,所以 平静 只有那些心情静的人 才可以向奶奶靠拢 如果心 是污染不静 那么 就无法和老奶奶在一起 就如水和油 不能混云融合 为一体 啊 短短几句话 不过 就提醒我们 心要清静 才能靠近 导师 靠近主师 靠近奶奶 靠近法圣师父 所以 要 呃,有真诚心 真诚 自制 忍耐 跟 思舍 尤其是对 呃,修行这方面 要特别的 真诚 就如想要到达法的 究竟 我们 对 呃,呃,诚心诚意的 想要到达法的 究竟 想要跟随 主师奶奶法圣师父 修波罗密 到达法的 究竟就要 修行 各位 啊 这是 唯一的方法 除了认真 修波罗密 也要修行 各位 让心清静 懂吗 所以 不要只忙碌 参与 五千所到场的 功德义啊 各位 要 边参与 边修行 这样的话 才能跟随 奶奶 跟随 主师 跟法圣师父 谈到 五千所到场的 功德义啊 各位 啊 各位有看过 这部泰国 戏剧吗 天生一对 好像是 有翻译成 中文啊 在中国 相当 出名的 几年前 呃 女主角是 Bella Bella 中文翻译成 Bella 男主角 是 Pop 中文翻译 是 泡泡 Pop 变成 泡泡 哥哥 去了 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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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lla 也就是爱功德 各位 今年刚好到一所寺院 当功德亿的大功德主 我们刚好也是我们 有千所道场里面 几种一所道场 所以刚好去测试到北拉了 可能有些人 还不认识北拉天生一队 来来来先看这里 广告广告 让各位认识北拉一下哈 我们来看看北拉参与我们五千所道场的功德亿法会 集中一所道场 演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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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